字幕提供 今天就是要給大家分享自製蛋塔的做法 先看一下派平用食材 攪拌機裡倒入麵粉、黃油和涼水 攪拌成一團就馬上停止 搬到桌面上 用擀麵杖輕輕擀薄 中間時不時撒一些麵粉來防止粘在一起 擀成長方形 疊成三層 用保鮮膜包好放進冰箱冷藏20分鐘 這樣在麵團裡還是成塊的黃油不會融化 最後做出來的派皮才會有層層的酥脆感 所以冷藏這個步驟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不要省略掉 冷藏完拿出來 讓長方形的寬面朝前方 繼續輕輕擀薄 繼續輕輕擀薄 再次疊成三層 密封好放進冰箱冷藏20分鐘 冷藏好的麵團再次擀薄 疊三層放進冰箱冷藏20分鐘 這樣我們總共重複了三次 完成第三次冷藏後呢 把麵團在桌面上同樣擀薄 完成第三次冷藏後呢 把麵團在桌面上同樣擀薄 然後開始捲起來 保鮮磨包好再次冷藏20分鐘 把冷藏好的麵條從冰箱拿出來 以3厘米的長度切塊 這樣剛好切出10塊 把小麵塊立起來 用擀麵杖擀成圓形 放進模具裡 鋪均勻後用擀麵杖在上面來回滾幾下 把多餘的麵團去掉 如果家裡沒有塔餅用的模具的話呢 也可以用紙杯蛋糕用的紙杯 用叉子在上面輕輕的插出洞洞 以免它烘烤時過於膨脹 開始做蛋塔的蛋液 鍋裡倒入牛奶 香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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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 砂糖 玉米澱粉 玉米澱粉 蛋黃葉後 開微火邊煮邊攪拌均勻 煮到拿出磨刀石上面 張一層薄薄的奶油醬就可以出鍋 最後把放涼的蛋液倒入派皮裡 放進預熱到180度的烤箱 烤18分鐘左右就完成啦 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能看到每週新鮮出爐的美食視頻哦 那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